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也有的人相信因缘果报 但是云云众生中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喜欢相信命运 以上是佛光山开山幸运大师于2003年10月15日 在上海浦门经社主持当代问题座谈会时 针对佛教对命运的看法所做的开场白 大师认为生活里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自己 而自己的问题之中又以命运最为重大 今天和大家分享 命运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因为一般人对于自己的明日不能预知 对于自己的前途无法掌握 便想探索命运 甚至把一切归咎于命运 例如有的人从小到大学业顺利 事业成功 爱情得意 家庭美满 一切都很顺心如意 他就庆幸自己有好的命运 有的人一生坎坷 挫折不断 他就感叹造化弄人 时运不尽 究竟人有没有命运呢 大师肯定地说 所谓命运其实就是因缘 大师引述佛言 驻法因缘生 以及六祖大师说 心好命又好 富贵迟到老 命好心不好 福便为货掌 心好命不好 获转为福报 心命拒不好 遭殃且平夭 心和晚乎命 罪要存人道 命实造于心 吉凶为人招 性命不修心 阴阳捧虚焦 修心一听命 天地自相保 最后结论出 命运于我们的口言深行 尤其存心善恶 有很大的关系 大师不畏言 一个人的一生 有时候因为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人 一件事 一块钱 一本书 一个环境 一个观念 一个思想 都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不过我们生命周遭的人 事物 虽然有时可以影响 我们的福或有无 但那只是一时的 究竟最终的命运 还是操之在我 命运绝对不是天神 可以左右的 也不是像算命先生说的 能够预知 如了凡四讯的作者 袁了凡 其一生的际遇 不就说明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 再如佛教里的 杀尼旧乙 乌归报恩 不都是命运 可以改变的 最好证明吗 所以自己才是 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为什么同样是人 有的人天生聪明 家世显赫 富贵到老 有的人则是 终其一生 努力奋斗 到头来还是潦倒以终 请问大师 人的贫富贵贱 穷通有无 到底是由谁来主宰的呢 答 世间为何有贫富贵贱 至于美丑的不同 这些问题 常常使人误解 世间不平等 甚至愿怪老天作弄人 因而愤世嫉俗 或偏激行恶 其实同样是人 为什么有的人 出身豪门 家世显恶 有的人门地危寒 卑贱低下 有的人天赋异禀 端庄美丽 有的人资质平庸 其貌不扬 有的人一生作响 祖上御英 俗路双前 凡事顺遂 有的人 即使再怎么努力奋斗 结果还是 颠沛困顿 潦倒以终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言以蔽之 都是由于 个人素氏善恶业 所招感的果报 而一般人 则将这一切 不同的人生际遇 归之为命运 命运的产生 其实就是 三世因果的现象 就佛教来讲 生命是通于三世的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流转的生命 而生命流转的经过 就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说明 有情众生 由于无始以来的 一念无名 造作了各种行为 因此产生夜市 随着夜市投胎 而有名色 继而六入 六根成形 借着六根接触外境 而产生感受 而后生起 爱染欲望 竟然有了 直取的行动 结果造下夜友 生命的个体 就此形成 有了生 终将难民老死 死后又是一个 另一期生命的开始 因为生命是 三世循环不已 而三世循环的生命 就是靠着 累世所造作的夜 来贯穿 所以我们今生的命运 好与坏 不是现世因缘 才决定的结果 而是过去久远 以来多生都世 所激烈的善恶业力 到了此生 都能现前 都能发炎 都能生长 因此今生的 幸与不幸 除了今生的行为 因素以外 也与过去世的 因缘有关 同样的 我们今生所做的 善恶好坏 也可以在未来 开花结果 成为来世的命运 自己佛经所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未来果 今生作者是 三世的生命 好好坏坏 互为因果 所以今生的幸福 富有 荣华富贵 都与前世的 好因好缘有关 这就如同 我们赞美 资质优秀的儿童 为天才 天父异禀 天就是因果 因为他有过去 所作所为的基因 到了现世 因缘成熟 自然能够显现 他的聪明才智 反之 有的人今生穷途潦倒 挫折不断 也不要怨天尤人 怪你怪他 这也是由于前世的作为 业力所招感的结果 从佛教的因果观来看 每件事都有其因缘 而主要的原因就是业力 在《正法念处经》 地狱品中说 火刀愿独等 非害有可忍 若自造恶业 后苦过于世 亲眷皆分离 为业不相舍 善恶未来世 一切实随逐 随花何处去 其香亦随逐 若作善恶业 随逐亦如世 众鸟依树林 但去目还吉 众生亦如世 后时还和会 业维系着我们三世的生命 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到未来 生生世世 永无休止地 在六道里轮回不已 所以人生要想改变命运 必定要从自我深 口意的行为改造做起 也就是要从因上去探究 如果凡是只在果报上 计较追求 那是无济于世的 例如有的人天生聪明 就是过去是勤劳 用心 得欲善知识 信受奉行的结果 家境富有的人 因为他节俭 有预算 勤生产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 贫鉴写达 是一行为而决定 行为有因果的关系 行为是因 夜暴是果 夜左右了人生的 穷通俗祸 因此 我们每一个人的 举心动念 可以说 都是在创造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必依赖算命 看向捕挂 球签 置脚 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与未来 自己的身心行为 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例如心思改变 态度会随之而变 态度改变 习惯会随之而变 习惯改变 人格会随之而变 人格改变 命运会随之改变 因此 改新换性 是改变命运的药剂 回头转身 是开创命运的良方 命运就如同世事间 都是有因有果 种什么因 就收什么果 因果报应 好理不差 而果报的好坏 都是取决于自己的业力 不由天神所赐 如果我们所做正直 即使阎罗王也不敢 随便裁判 处罚我们 正如世间上的法官 一旦判了冤语 自己也会受到制裁 假如我们的行为不好 即使阎罗王受到贿赂 而判决不公 他也会受到暴力 所以 人人有佛性 人人也都是上帝 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总之 佛教不讲主宰 而讲姻缘 如果勉强说要有个主宰 自己就是主宰 因为世间无常 在无常里 只要自己改变姻缘 就可以主宰未来的结果 因为人生没有定型 只要我们修正 改善 改良自己的行为 自然能够改造自己的前途 命运 因此 个人的贫富贵贱 虽然后天也会受到 社会的政治 经济 教育 文化等因素 所影响 乃至朋友的资助或拖累 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前途 一个家庭的幸福平安与否 除了家长主宰着一家的经济生活 之有无以外 家中每个成员也都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坏 也会受到国际局势 以及国内的地理 气候 民风等因素 做影响 所以 一切都是因缘在主宰 但是 如何培养好因好缘 主权却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谓 善缘好运 只要我们平时广结善缘 自然就会有好运 因此 想要有光明的前途 与美好的未来 积聚善业 是很重要的不二法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